第四十一章玄芒术,只剩这个了,周元愣愣地望着那被吞吞吐出来的玉剪,然后明白过来,那个倒霉的家伙直接被吞吞给吞了。 好倒霉的死法,周元嘴角抽搐了一下,忍不住感到深深的同情,那家伙也真的是惨,也不知道那最后他心里阴影面积有多大。 周元弯身将那玉剪剪了起来,看了一眼便是一正,因为他见到,在那玉剪上,竟是有着光芒浮现,其中阴影有着诸多的文字。 应该是用来记载元术的,遥遥随意地说道,哦,周元文言,眼睛顿时一亮,寻常普通级别的元术,可不值得备用这种方式来记载,难道这两个凶徒身上,竟然还能有好东西? 周元手握欲剪,催动元气贯注其中,顿时欲剪之上光芒闪烁,光影映照在面前的空气上,竟是有着清晰的文字流淌而下。 周元目光扫过,然后微微一凝,下品悬元术,悬芒术。 竟然是悬元术,周元微微动容,能够达到悬元术的层次,就算是放在他们皇室宝库中,都算是宝贝了,一般会用来封赏有大功者。 这悬芒术,怎么有点耳熟?周元想了想,隐约记得似乎在哪里听过? 我想起来了,齐王府,这悬芒术乃是齐王府的顶尖元术,据说是大武王朝赏赐给他们的。周元面色变幻,难道这两个凶徒是齐王府的人,但凭他们的实力,怎么可能拥有着齐王府的顶尖元术? 周元摇摇头,有些不解,不过虽然有点想不明白,但周元还是冷笑一声,直接将预简塞进怀中。 他记得周晴曾经和他说起过,齐王府的悬芒术,极为的厉害,虽然只是下品悬元术,但威力却足以媲美中品悬元术。 既然眼下这种东西落到了他的手中,就不要想让他吐出去了。 不过路同龄怎么还没来,周元抬起头,望向远处,眉头皱了皱,以天关镜强者的感知,应该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才是吧。 半个时辰前,路铁山派出了两个侍卫前去保护周元,不过就在半晌后,他察觉到了不远处的森林中有着一些动静传来。 走,路铁山皱着眉头,哭得站起身来,也不与那一旁的麒麟多说,周深元气涌动,化为一道光影对着动静传来的方向急射而去。 数分钟后,路铁山身影闪现而出,他望着前方空地上,那里有着四人在交手,而其中两人,正是先前他派去保护周元的。 你们在做什么?路铁山袖袍一挥,顿时一道元气光流暴射而出,直接是将场中四人分割开来。 那两名进军见到路铁山出现,急忙道,大人,我二人正赶去殿下那边,结果路上这两个家伙窜了出来将我们拦下。 你们找死,路铁山闻言,那含气森森的眼睛,顿时看向那二人。 路统领不要动怒,这是我们齐王府的人,先前我吩咐他们探测凶贼,或许是将你们的人物认为是凶贼。 在那后方,麒麟赶了过来,一脸的歉意,旋即对着那两人呵斥道,还不滚开,碍事的家伙。 路铁山眼神冰寒地望着这一幕,然后死死地盯着麒麟,麒麟,你们究竟想做什么? 吼,麒麟笑了笑,刚欲说话,哭得在那远处的森林中,有着一道虎啸声响起。 虎啸闻,糟了,是殿下,听到这虎啸声,路铁山瞳孔猛地一说,他此时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面旁猙獰的盯着麒麟,麒麟,你好大的狗胆。 呵呵,我可不知道路统领在说什么,麒麟微微一笑,这个时间,想来那两个凶贼应该得手了吧。 地下若是出了事,老子不会放过你。 路铁山铭声道,旋即他周身元气猛地爆发,脚掌一跺,地面裂开,而其身影,则是犹如一道光红冲天而起,直奔西谷方向而去。 麒麟望着陆铁山那即匆匆的身影,嘴角掀起一抹冷笑,然后一挥手,也是带着人迅速地跟了上去。 一行人匆匆地赶路,暗赏后,也是抵达了溪谷。 麒麟笑眯眯地走出森林,看向那片溪谷方向,想来此地这里,应该已是满地狼藉,那周元也该半死不活了吧。 这样想着,他嘴角的笑容,愈发地浓烈。 不过,就在下一刻,他扫动的目光忽然瞧见了不远处,那里一名身躯修长的轻瘦少年,也是面带一抹笑容,将他盯着。 麒麟嘴角的笑容忍不住地凝固了下来。 周元,他怎么没事,麒麟眼角微微抽搐,心中却是有着不可思议的怒声响起。 殿下赎罪,莫将来迟了,此时鹿铁山瞧得安然无恙的周元,也是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单膝跪地,沈声道。 鹿同龄起来吧,我没事。 周元笑了笑,鹿铁山站起身来,那满含着凶光的目光就投向了一旁昏死过去的裸桶,含声道,就是此人袭击殿下吗? 果然是这个凶贼,不过还不带周元说话,鹿铁山身后,有着一道愤怒的声音传来,只见得麒麟快步而来, 一把抓起那裸桶,一巴掌扇了过去,说,你们将我齐王府偷的东西丢哪去了? 那昏死的裸桶被善德睁开了眼,他瞧得麒麟那猙獰的面旁,急忙挣扎起来,似是说话,齐,明完不灵,那就去死吧。 不过还不带他说完,麒麟便是眼神一寒,手掌尽力一吐,便是将那裸桶的咽喉震断。 裸桶睁大着眼睛,刺死地盯着麒麟,眼中似是有些不敢相信。 麒麟却没有理会那死人的眼神,而是将其衣衫撕碎,到处找寻着,不过片刻后,他面色难看地停了下来。 麒麟,你这是在杀人灭口吗? 鹿铁山眼神阴森,手掌一挥,那时明镜君便是悄然地围了上来。 麒麟神色不变,淡淡地道,鹿统领说的哪里话? 这凶贼敢对殿下出手,本就死有余辜,更何况他们海盗取了我们齐王府的玄芒术。 玄芒术,鹿铁山一正,这齐王府的玄芒术竟然被盗了。 麒麟看向周圆,抱拳道,殿下,这凶贼有两人,殿下可知道还有一名凶徒在哪。 我们齐王府的玄芒术应该在他的身上。 周圆文言,笑了笑,道,这就不知道了。 只看见一人,另外一个,恐怕带着宝贝跑了吧。 麒麟脸庞抽了抽,斩钉截铁的道,不可能。 齐管家这么确定他不会跑,周圆似笑非笑的道, 麒麟心头一跳,眼神殷勤不定,那人我的确没见过, 齐管家继续派人去搜吧。 周圆挥了挥手,淡淡地道,这里比较乱,就不留齐管家了。 麒麟瞧得周圆感人,面色也是极为的难看, 今日原本是要对付周圆,但后者不仅安然无恙, 反而他们的玄芒术没了踪影, 简直就是陪了夫人又折兵,若是等王爷回来, 并会雷霆大怒。 麒麟虽然不知道此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却有着预感,恐怕那玄芒术落到了周圆的手中, 但有所猜测又能如何。 难道他还能强行搜周圆不成, 没看见一旁木铁山看他的目光恨不得将他吞了一般吗? 心中念头飞转,最终麒麟只能咬牙切齿的一抱拳, 然后一句话都不说, 手一挥,就带着人挥溜溜的转身而去。 他知道,这一次,他们齐王府,可真的是亏大了。 第四十二章三十六受开卖文, 殿下,陆铁山望着离去的麒麟, 今天的是定然是齐王府在搞鬼, 这么便宜的放过他们,实在有些不甘心。 周圆摆了白手,道,他们很聪明, 早就准备好了借口,现在那两人都死得干净, 他们不会承认的,除非现在就要对齐王府开战。 听到周圆此话, 陆铁山心头围动, 看来那另外一位凶贼, 也的确是死在了这里, 不过让得他疑惑的是, 据说那位凶贼有着氧气净的实力, 可这里就周圆与一个毫无元气波动的摇摇, 那氧气净的凶贼是怎么死的? 陆铁山的心中满是疑惑, 但又不好问, 只得道,殿下,我先派人将此地的石垢之网上。 这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总得让周晴知晓, 好做一些防备。 周圆点点头,陆铁山便是带着人退下去, 不过这次他们没有离得太远, 而是分散开来, 刚好将这座西谷城包围状的护在其中。 西谷中, 夭夭望着面前摆放的36只玉瓶, 玉瓶中, 都是36头一品元兽的心头血, 他检查了一番, 检手微点,道不错, 材料都齐了, 我先调制一下, 明天就帮你刻画36寿开麦文。 周圆点点头, 有些期待, 玄机问道, 夭夭姐, 这36寿开麦文算是极品原文。 能够助人开麦的原文, 周圆从未见过, 整个大周应该都没人会, 由此可见这道原文的珍贵。 二品原文, 夭夭随意地道, 等你混沌神魔观想法修炼到第二重, 我就教你。 周圆挠了挠头, 道, 那我可以将其传授出去吗? 这道36寿开麦文价值相当之高, 特别是对于他们大周而言, 虽说此法有着危险性, 但若是挑选意志坚定者, 想来成功的概率不小。 所以, 若是能够将其传给军队, 必然会令得不少开麦境的人实力提升, 增长他们大周的力量。 不过这原文毕竟是属于11, 如果要传授出去, 还是得要他的答应才行。 11摆弄着玉瓶, 漫不经心地道, 交给你后, 你想传给谁都不用问我, 这些都是黑爷爷教我的, 你是他的弟子, 自然有处置的权利。 谢谢11姐, 周圆大喜, 颇为的感激, 一道二品原文或许对11而言不算什么, 但对于此时的大周而言, 却是具备着极为高昂的价值。 你先休息吧, 明天我们就试试这36寿开麦文的效果。 好, 什么, 全芒术找不到了, 齐王府, 齐悦听到麒麟的话, 浑然起身, 面色铁青, 眼中都有着火焰喷出来。 乔得齐悦这服饰人般的模样, 麒麟也只得硬着头皮点点头, 道, 当我赶到的时候, 那罗同已被抓, 而罗浩却是不见踪影。 罗浩是氧气劲的实力, 周圆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 那个叫做夭夭的女孩没有元气波动, 所以罗浩定然没死。 齐悦咬着牙道, 难道他血保陶了? 麒麟犹豫道, 狗东西, 有这胆子。 齐悦眼中寒光涌动, 道, 给我将他的画像发布出去, 全力搜寻, 不管怎么样, 必须将玄芒术找回来。 要知道, 那一道玄芒术是大武王朝赏赐给齐父的, 乃是齐王府的顶尖元术之一, 只有有功于他们齐王府的人, 才能够获得修炼资格, 如今却是被他搞丢了, 可想而知等齐悦回来后, 会如何的暴怒? 一想到那一幕, 齐悦也是有点头皮发麻。 齐悦面皮抽搐, 深吸一口气, 端起身旁的茶杯, 但最终还是忍耐不住心中的邪火, 手中茶杯啪的一声, 狠狠摔在地面上。 周元,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房中, 齐悦的声音, 暴怒得犹如野兽。 他原本是要给周元一个教训, 却是画风突变, 变成了宋宝童子, 这怎么能让心高气傲的齐悦接受得了? 清晨, 寒气笼罩山林, 翠绿的枝叶上挂满着薄薄的寒霜, 腰腰轻轻晃着手中的晶莹透彻的玉瓶, 玉瓶内, 有半瓶粘稠的新红液体, 微微摇晃, 便是有着一股凶煞之气喷勃而出, 隐隐皆仿佛是有着种种瘦吼声传出。 那么多金血, 就调制了这么点吗? 周元惊讶得道, 那可是三十六瓶一瓶元兽的新头血, 结果调制完毕, 才不到半瓶。 嗯, 我只取了最精华的一部分, 三十六头元兽血液中蕴含的凶煞之气, 彼此汇聚, 凶煞之气也会随之暴涨。 这半瓶应该够用五次, 腰腰速手中清玉圆文笔轻转了一圈, 然后对着周元扬了扬血白下巴, 道, 将你的上衣脱了吧。 周元文言, 干脆利落地脱了上衣, 露出精状的身躯, 但却是线条分明, 充满着阳刚之气。 身材还不错, 腰腰倒是俏脸淡定, 还随口夸了一句。 周元微炯, 腰腰红润小嘴微微扬了扬, 旋即俏脸一宁, 道, 谨守心灵, 若要被那凶煞之气侵蚀了灵智, 否则会对你的神魂造成创伤。 周元文言, 也不敢怠慢, 深吸一口气, 心神凝定, 如临大敌。 腰腰健壮, 手中的轻郁原文笔沾了一些腥红粘稠的精血, 然后缓缓地落下。 笔尖画动, 周元却是忍不住地吸了一口冷气, 只因那笔尖划过处, 犹如是岩浆浮过, 带来着滚烫炽热的感觉。 一道道灰色的圆痕不断地在周元背上出现, 如此约莫数分钟后, 腰腰雪白浩腕轻轻一抖, 最后一笔, 随之落下。 准备好, 与此同时, 他那轻驰声, 在周元耳边响起。 嗡, 就在他声音落下的那一瞬间, 周元背后, 哭有雪光绽放出来, 一道道售吼声, 此起彼伏地响彻而起。 而周元的瞳孔也是在此时猛地一缩, 因为他感觉到, 一股暴力到了极点的气息, 自其背后疯狂地涌入, 对着身体内部冲击而来。 吼吼吼, 那一道道修腻的售吼, 也是在周元脑海中回荡, 竟是将其神志都震得微微昏沉, 犹如是被诸兽试咬。 不过好在周元有所准备, 眉心神魂微微震动, 直接观想混沌神魔, 神魔转动, 那一道道暴力的售吼声便是被碾碎得干浅净净。 昆尘的神志, 渐渐地恢复, 再然后, 周元就感觉到体内出现了一股热流, 那股热流异常地滚烫, 相当地凶满, 在周元的体内横冲直撞。 周元知道, 这股热流, 应该就是三十六受开脉纹的力量了。 于是他心念一动, 引导着这股热流穿梭而过, 直接是冲进了封堵的第五条大脉之中。 热流冲进, 顿时那原本闭塞的第五脉, 开始出现了细微的松动。 感觉到这般变化, 周元心中威喜, 更加专心地操控那一道热流, 不断地冲击。 如此伴赏过去, 带得那道热流彻底消散时, 那原本紧闭的第五脉, 已是被冲开了一小部分, 那种进展, 让得周元喜出望外, 这种效果, 不比他第一次使用御灵扑时差。 呼, 周元睁开双目, 一口腥臭支气自嘴中喷出, 他顾不得那臭气, 反而是双目有着光芒绽放出来。 这36首开脉纹的效果, 出乎他意料的好。 按照这种效率, 他有着把握, 在一个月内, 彻底地将第五脉打通。 第四十三章修炼玄芒术, 在接下来的数日时间, 周元每一日都会借助36首开脉纹进行充卖, 不过不得不说, 这开脉纹虽说有些凶险, 但效果却的确是惊人的好。 仅仅几天, 周元那第五脉, 变是愈发的松动, 绿色之处, 不断地被打通。 按照这种效率, 彻底打通第五脉, 已是指日可待。 不过稍稍有些耽搁效率的是, 刻画36首开脉纹的原料有些麻烦, 周元辛苦搜集许久的心头血, 仅仅只能用五次, 就被消耗得干钱净净, 这让得他不得不每日抽出大量的时间, 掠杀一品原兽, 获取新头血。 于是时间在这山林间, 眨眼就是时日, 砰, 森林中, 一头通体雪红的巨兽笔直地冲向刚刚将一头原兽斩杀的周元, 那凶悍的气势, 极为凶猛, 乃至于周元都只能脚尖一点, 身影略上一棵高树, 避开了那头雪红巨兽的冲击。 而那雪红巨兽赶走了周元, 也不理会后者恼怒的眼神, 直接是低头对着那被周元斩杀的原兽尸体撕咬起来。 该死的畜生, 立于大树上的周元望着这一幕, 则是忍不住地骂了一声, 却是无可奈何, 因为他也拿眼前这头雪红巨兽没什么办法。 此兽名为炎甲兮, 也是一品原兽, 但却是一品原兽中极为难缠的一种, 其本身实力或许与开了六脉的人类相仿, 但其防御力却是堪比其脉, 算是这一片区域中的小霸主。 面对着这种防御力强悍的元兽, 就算是周元的龙背手打上去都没太多的动静, 而动用天元笔, 也仅仅只能画出一刀道雪痕, 无法真正将其重创。 所以, 这些天美当周元遇见这头炎甲兮时, 都主动绕开走, 但哪料到这畜生越来越过分, 如今竟然开始直接从他手里抢食了。 简然, 这时周元因为经常在这一片猎杀元兽, 所以也被这炎甲兮给盯上了。 被一头畜生欺负了, 周元哭笑不得, 但也知道在这里干号下去没什么作用, 于是果断地转身掠出, 脚尖点在那一棵棵大树上, 冲出森林, 一路赶回了西谷。 西谷中的妖妖桥得今日的周元空手回来, 也是有点惊讶。 被一头炎甲兮抢了, 周元见到妖妖的眼神, 不由得尴尬道, 妖妖闻言, 也是有些忍俊不禁, 道, 炎甲兮防御强悍, 就算是开了亲爱的人想要收拾他都很麻烦, 如果你的天元比能够达到上品援兵的层次, 倒是能够破开他的防御。 周元点点头, 天元比他每天都有瘟痒, 但却始终还无法将那第二道古老原文点亮。 如果你不想办法解决这头炎甲兮, 以后你恐怕就没办法在这里猎杀元兽了, 除非你换地方。 腰腰唇脚微弯, 道, 周元嘴角一扯, 被一头犀牛赶走, 这个脸他实在丢不起,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想办法干掉他了。 龙背手虽然刚猛, 但用来对付这种防御力强悍的元兽, 的确还是有点不足。 周元掩路沉吟, 他需要再修炼一些能够增幅攻击的元术。 讲到此处, 周元心头确实移动, 身手从怀中掏出了一枚玉剪, 正是当日所得来的玄芒术。 这玄芒术能够被其王府那么重视, 倒是可以瞧瞧。 周元坐到一旁, 手握玉剪, 元气贯注而尽, 顿时有着光影从玉剪中散发出来, 映照在面前的虚空, 蚊子流淌。 周元宁神盯着那些蚊子, 正是玄芒术的修炼之法以及介绍。 一, 这玄芒术倒是有些奇特, 而在周元品味着玄芒术的修炼之法时,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惊一声, 他转过头, 只见得夭夭站在身旁, 清静透彻的明眸, 也是盯着那道光幕。 周元也是赞同的点点头, 经过刚才的品味, 他已是知晓了这玄芒术的原理。 这所谓的玄芒术, 其实便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将元气在经脉之中不断地压缩, 凝炼。 经过那不断地压缩, 元气会高度地凝炼, 从而拥有着极为惊人的杀伤力与洞穿力。 不愧是玄芒术, 的确玄傲, 远非普通圆术能比。 周元赞叹道, 摇摇掩路陈银之色, 道, 此术很有意思, 看似简单, 但却走了一种极端路子, 将元气极致的锐化。 这玄芒术应当不止下品玄芒术的等级, 只是有所残缺。 残缺, 周元心头为动, 道, 这玄芒术乃是大巫王朝赐给其王的, 或许并没有给他们完整版本。 摇摇点点头, 道, 此术你倒是可以尝试修炼一下, 不过这种在经脉中高度压缩元气, 对于经脉的承受度要求很高, 遇尽一个不慎, 说不得便是失控将经脉所伤。 周元文言却是一笑, 因为论起经脉强润程度, 恐怕同等集中, 很难找出比它更好的, 遇尽曾经是贴生八脉自开, 虽然后来再度闭塞, 可毕竟强度依旧存在。 就来修炼一下这玄芒术事实, 周元自语, 显然这玄芒术令得它极有兴趣。 讲到就做, 它与妖妖打了一声招呼, 便是盘腿而坐, 心念一动, 体内经脉散发着吸力, 将周身天地间的一缕缕元气, 吸入体内。 元气涌入经脉, 周元心念一动, 便是按照那玄芒术中所记载的压缩之法, 操控着一缕缕元气在经脉中缓缓地旋转起来。 这种压缩法名为玄炼法, 操控元气形成漩涡, 高速旋转中, 将元气不断地凝练, 最后当漩涡消散时, 就能够修炼出一缕悬芒。 这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确实很难, 毕竟想要掌握那个度并不容易, 一旦力大, 撕扯力过大, 反而伤及经脉。 而力小了, 则是无法凝练出那悬芒。 周元刚开始也是屡屡失败, 经脉中元气漩涡不断地散去, 不过好在的是他神魂颇强, 所以感知入微, 在经过一次次失败后, 也是逐渐地有了一些心得。 所以当一日的时间过去时, 周元已是能够在经脉中稍微顺利地掌控纳旋链法。 如此又是过了五日, 大日升起, 炽热的阳光照耀在连绵无尽的黑林山脉上, 给整个天地, 都披上了一层金色沙衣。 在西谷的一座岩石上, 周元静静盘坐, 而在其经脉之中,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一道元气漩涡高速地旋转着, 散发出痴痴之声, 撕扯之力散发出来, 引得经脉都是在微微地抽搐着。 这也是亏得周元经脉强韧, 若是换作寻常的开似脉者, 恐怕此时经脉直接就被撕裂了, 但绕是如此, 依旧是有着刺痛传出, 但却被周元强行忍住。 嗡嗡, 经脉之中, 隐隐有着细微的震动声传出, 而漩涡的旋转也是越来越快, 撕扯力陡然加大, 令得刺痛加剧。 周元眉头都是紧皱了起来, 但却并没有打算放弃, 反而是心头意狠, 催动漩涡速度再度加快。 空, 而就在漩涡速度愈发快速时, 那缠绕在上面的一缕铝元器, 直接是被压缩进了最中心处, 下一瞬间, 漩涡暴碎开来。 漩涡裂开, 周元也是猛地睁开双目, 不过他的脸庞上并没有沮丧之色, 反而是有着一抹狂喜浮现出来。 他伸出手掌, 双指并驱, 心念一动, 只见得在那指尖处, 便是有着一层极为稀薄的淡青光芒, 缓缓地浮现出来。 淡青光芒伸缩不定, 看上去仿佛极为的脆弱, 周元双指陡然对着身下的巨岩划过, 只听得吃辣的一道声响, 然后他便拭目瞪口呆地见到, 那巨岩犹如豆腐一般, 被他双指切割开来, 断裂处光滑如镜。 周元双目放光, 呼吸都是变得粗重了一些。 这就是玄芒术吗? 好可怕的锐气, 好惊人的洞川力, 周元连连赞叹, 他这一指, 所有欺麦以下的人, 恐怕一戳就得重伤一个, 甚至连欺麦者, 都得避其锋芒。 有了这玄芒术, 那畜生再敢出现, 我就一直戳死他。 第四十四章苏又微的进步, 这玄芒术有两个层次, 称为青芒与紫芒, 如今你这个, 应该算是勉强达到了青芒的门槛。 在那一旁, 夭夭乔得周元将玄芒术修炼而成, 点点头, 他望着指尖吞吐不定的淡淡青芒, 道, 这玄芒术的杀伤力的确惊人, 不过缺点就是凝炼起来麻烦, 而且太消耗元气了。 如果不是他施展龙西术, 狠狠地吸了一口天地元气, 恐怕就是折腾再久, 他都没办法将这一缕青芒给压缩凝炼出来。 以他如今这开四脉的实力, 倾尽全力也只能凝炼出这么一缕, 所以若是用来对敌, 就必须一击必敌, 否则一旦拖久了, 玄芒就自散了。 若是能够踏入氧气径就好了, 周元感叹道, 踏入氧气径, 才能够真正地算作登堂入室, 开辟了气腐, 体内就能够储存修炼而来的元气。 元比如今这样每次要动用元气, 都只能可怜巴巴地从天地间汲取一缕缕并不精纯的元气好无数倍。 而体内有了足够的元气支撑, 这些玄元术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出威力。 不过感叹了一会, 周元就省下心来, 毕竟路要一步步地走, 如今他要做的, 就是将八脉禁树打通, 为以后的修炼打好跟机。 好了, 我先去将那头畜生给宰了, 敢耽误我修炼, 真是不可饶恕。 周元站起身来, 对着妖妖招呼了一声, 便是身形急射了出去, 直奔那片山林。 他已是要迫不及待地试识这玄芒树的威力了。 进入山林, 周元直奔深处, 半晌后, 他站在一棵大树之上, 直接就盘坐下来, 他知道, 那眼甲息对气息极为的敏感。 当他一进入深处时, 恐怕就察觉到了他, 所以只需在这里守株待息就行。 周元双目微闭, 十来分钟过去, 他便是察觉到地面开始抖动起来, 目光看向山林深处, 只见得那里一棵棵大树被撞断, 一道火红的影子狂暴地冲来, 带来轰龙巨声。 约莫树长刀的火红影子, 最后停在了这片空地间, 那星红的兽童锁定大树上的周元, 嘴中发出哼击哼击的暴躁声音。 正是那眼甲息, 在其身躯表面, 犹如是披着火红的眼甲, 炽热而坚固, 将其牢牢地覆盖。 来了吗? 周元居高临下地望着这眼甲息, 微微一笑, 零有在如同以往那般躲避, 反而是身形一跃, 落下地面。 来吧, 畜生, 周元对着眼甲息伸出手指, 勾了勾。 次是察觉到周元的面世, 同的兽童中顿时狂暴剧增, 再然后, 其兽足猛的一塌, 地面裂开, 而其庞大的身影便是化为一道火影, 携带着可怕的冲击力, 直接对着周元冲刺而去。 与此同时, 其身躯上那层厚厚眼甲, 也是散发出赤光, 犹如在燃烧。 空气都是在他的冲击下发出爆炸声, 面对着一头眼甲息的死亡冲刺, 就算是气迈者, 都唯有赞臂锋芒。 然而, 周元却是纹丝不动, 半点没有退后的意思, 只是眼目低垂, 经脉之中, 元气形成漩涡, 不断地压缩, 凝炼。 处夕后, 周元缓缓地伸出手掌, 只见得手掌上, 一层淡青色的悬芒, 缓缓地浮现出来。 悬芒伸缩不定, 周元的身形也是在此时暴射而出, 眨眼间, 就与那眼甲息正面冲撞。 在即将撞击的那一瞬, 周元手掌成刀, 宛如立披大衫, 猛地挥下, 斩在了眼甲息那猙獰的脑袋之上。 诗, 一掌斩下, 仿佛是有着一道细微的声音响起, 下一瞬, 鲜血暴射而出, 只见得那气是凶猛的眼甲息庞大的身躯, 竟是在此刻一分为二。 因为身体巨大的惯性力量, 那一分为二的眼甲息, 依旧对着前方冲击了好远的距离, 最后方才轰然倒塌, 鲜血染红了地面。 而周元立于原地, 动也不动, 保持着手掌痞下的姿势, 血雾飘落下来, 沾染在脸庞上, 令得其显得有些妖异。 手掌淡青色的玄芒渐渐地消退, 周元的身躯微微摇晃, 也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先前那一盏, 将他的力量消耗得干前净净。 他偏过头, 看了一眼那变成两半的眼甲息, 忍不住地咧咧嘴。 这玄芒术, 杀伤力真的是太恐怖了。 而接下来, 这片山林中的小霸王, 就该是他周元了。 山中无甲子, 寒静不知年, 而在周元待在深山中安辛苦休时, 那齐悦却是过得极为的不畅快, 只因这段时间, 不论他们如何的搜寻, 都是无法找到那罗号的踪迹, 玄芒术, 更是毫无影子。 二公子, 我们已经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了许多城市了, 但却依旧没有半点罗号的踪迹, 这个人就像彻底消失了一般。 房间中, 麒麟面色难看得到, 齐悦眼中寒芒闪烁, 半闪后, 方才道, 这种搜寻力度都找不到, 我想, 这个罗号, 恐怕连尸体都没了。 麒麟眉头微皱, 道, 你是说他已经被杀了。 齐悦咬着牙, 道, 虽然我不知道他究竟被谁杀的, 但我却有着预感, 玄芒术恐怕就在周元的手中。 麒麟面色变换莫测, 道, 若是如此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自从上次的事后, 周勤加大了对周元的保护力度, 鹿铁山也是将周元所在的区域所有陌生人都驱逐了出去, 根本就不可能再上演上次的事。 齐悦眼中阴狠之色浮现, 沉默了片刻, 韩生道, 你去帮我将柳西找来。 齐琳看了齐悦一眼, 虽然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但还是照吩咐去做了。 夕阳斜下, 霞光拢罩了大周城, 大周府, 苏又威完成了课程后, 便是出了府, 沿着街道往城南的家中而去, 因为最近周元都不在大周府中, 所以他每日也没有在府中过多停留。 少女身影纤细, 笔直长腿轻轻地跳过路边东鹤, 马尾跳动间, 青春火力, 倒是偶尔引得来回的路人头来欣赏的目光。 他轻车熟路地穿过一条条的街道, 而就在他再度转过角落时, 脚步忽然停了下来, 抬起美目望着前方。 只见得那里, 柳西斜靠着墙壁, 在其身边, 还跟着树道身影。 柳西翘脸冰冷, 美目冷漠地盯着苏又威, 扣着那傅明慧亲密的模样, 令得他眼中掠过一些度火, 冷笑道, 苏又威, 跟我走一趟。 你做什么? 苏又威柳梅微醋, 哼, 周园偷了齐悦的东西, 将你带走, 让他来换。 柳西冷哼道, 苏又威闻言, 俏脸也是微冷, 道, 笑话, 殿下也看得上齐悦的东西。 牙尖嘴利地见丫头, 柳西柳梅一束, 鹤道, 给我抓起来。 他声音一落, 只见得其身后顿时有着两道人引爆射而出, 周深隐隐有着元气波动, 赫然是两位开了五脉的实力。 苏又威美眸冷冷地望着那两道射来的人影, 却是纹丝不动, 只是带得那两人手如鹰爪一般对着他抓来时, 他陡然出手。 只见得其修长玉指点出, 指尖玉光萦绕, 灵力的元气缠绕, 仿佛漩涡, 撕裂了空气。 痴痴, 两指落下, 那两道人引猛地倒飞了出去, 肩膀处有着鲜血涌了出来。 苏又威玉手微锤, 一股股元气光流缠绕在周身, 令得他气势也是节节攀升。 柳西争大美目的望着气势大涨的苏又威, 银牙都险些咬碎, 你竟然都打通第六脉了。 他明明记得, 苏又威在那一个多月前, 才打通第五脉, 怎么会如此之快, 就将第六脉也打通了。 十天前就打通了, 苏又威淡淡地道, 在周园离开大周府的这一个多月间, 苏又威也并没有闲着, 他得到了辅助楚天阳的权力培训, 毕竟与爆发型的周园不一样, 在楚天阳的眼中, 苏又威这种稳定型的才能更让人放心一些, 因此这些时间中, 也是在亲尽全力地训练着他。 所以, 当周园进步的时候, 他也并没有原地停留。 柳西俏脸铁青, 眼中的渡火几乎要涌出来, 他修炼多久, 耗了多少资源, 才在半个月前打通第六脉, 然而眼下这苏又威, 时间比他少了一倍, 确实已经追赶上了他, 这如何不让得他眼红极度。 你以为打通六脉你今天就走得了吗? 柳西含声道, 柳叶, 给我抓住他, 最好把这小狐媚的脸给我画画了。 随着柳西声音一落, 只见得一道人影, 缓缓地从其身后走了出来, 雄魂的元气散发出来, 个然是七脉的实力。 苏又威健壮, 俏脸终于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不过就在他心中想着办法的时候, 顾得心头一动, 只见得两道身影忽然从那后方射了出来, 落在了他的身前。 那是两名看似普通的男子, 但他们的身上, 散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都是达到了七脉的层次。 你们是, 苏又威见到这两人, 也是一阵, 那两人低笑一声, 道, 苏姑娘, 我们是殿下派来的人, 殿下就担心那起乐器疯了找你出气, 所以一直让我们暗中护着你。 苏又威闻言, 翘目眨了眨, 虽然没有说话, 但那红唇忍不住的微微扬了扬, 被柳西搞饿了的心情, 一下子就好了起来。 两名男子抬起头, 看向了对面的柳西, 默然地道, 柳姑娘还请自重, 莫要被那齐月当了棋子。 柳西对这两人坏了好事, 也是气得翘脸铁青, 不过她也知道, 有了他们的保护, 她也不可能再对苏又威怎么样。 该死的周园, 柳西恼怒地骂了一声, 也没有僵持下去, 一跺脚, 便是带着人退走而去。 租姑娘, 我们先护送你回家吧。 两名侍卫转过头, 对着苏又威低声道, 麻烦两位大哥了, 租又威闻言也没有拒绝, 顿了顿, 方才道, 不知道殿下怎么样了。 她都消失两个月了, 租姑娘放心, 殿下修炼正如佳境, 半个月后的俯视, 一定会赶回来。 租又威禽首威典, 不知道殿下此次苦修结果如何, 因为据她所知, 那其月, 如今已经打通第七脉了, 所以, 年底的俯视, 他们假愿要夺回第一, 恐怕少不了一番苦战了。 第四十五章俯视之前, 山林之间, 周园立于一座山岩上, 而此时, 在其周围, 竟是有着五头青色的巨狼环绕, 低沉的吼声, 从他们的嘴中传出。 这时风铃狼, 同样是一品元兽, 擅长速度, 而且因为是群居, 所以极为的难缠, 就算是气迈者, 也唯有赞鼻锋芒, 在这片区域, 也算是一霸。 不过, 周园的面庞上, 倒并没有多少的巨色, 反而是有些跃跃欲试。 刷, 一头风铃狼率先出击, 青色的身影仿佛是一道影子, 暴力而出, 锋利的爪子, 撕破了气流, 狠狠地对着周园后背心撕去。 不过, 他的袭击却并没有取到半点的效果, 周园身影一颤, 隐隐模糊了一下, 那锋利的爪子就落在了空处。 空, 风铃狼的攻击落空, 周园的反击顿时如雷霆般爆发, 五指紧握成拳, 雄魂的元气涌动, 一拳便是轰在了那狼腰之上, 咔猜一声, 狼骨都是应声而断, 这头风铃狼当场身亡。 亡屋, 这头风铃狼一死, 其他四头狼目也是涌上了赤红, 长啸之间, 暴射而出。 五形态, 周园也是大笑一声, 直接对着四头风铃狼冲了过去, 手掌一握, 天元笔在其手中膨胀开来, 犹如长枪, 笔身横扫, 就将一头风铃狼给扫飞了出去。 痴痴, 临间中, 一人四狼凶狠交手, 周园手持天元笔, 犹如一柄沉重铁枪, 横扫之间, 净风刺虐, 逼得四头风铃狼根本无法靠近。 那笔尖处, 雪白毫毛合拢, 闪烁着锋芒, 每当掠过风铃狼的身躯时, 都将会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战斗来得激烈, 结束得也是迅速, 数分钟后, 周园立于原地, 手中天元笔鞋指地面, 笔尖处有着鲜血滴滴答答的流淌下来, 在其周身, 五头风铃狼的尸体渐渐冰凉。 一口浊气, 自周园嘴中缓缓地突出, 他的双目开合之间, 有着灵力之色涌动, 犹如刀锋一般, 这将近两个多月的山林修炼, 让得周园隐隐地多了一丝凶悍气息。 文形泰, 手中的天元笔迅速地缩小, 化为持续左右, 被周园插在腰间。 他抬起头, 微眯着双目望着透过森林缝隙投射下来的阳光, 难难道, 俯视还有几天, 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他在这山林间, 已是修炼了两个多月, 而第五脉早在一个月前的时候, 就已经被彻底打通。 不过想到离开了这元兽遍布的山林, 开脉速度就会降下来, 所以周园一直未曾离开, 而是借助着这山林中的元兽, 磨练自身。 他弯身下来, 将五头风明朗脑袋中的兽魂精挖了出来, 然后便是转身出了山林, 半个小时后, 回到了溪谷中。 要回去了吗? 要邀求得周园回来, 四也是知道他准备动身回去, 当即伸了一个懒腰, 纤细的腰肢攻勒着动人的曲线。 他以往跟苍渊生活在那片没有人际的空间中, 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所以这两个月下来, 他倒是过得颇为的悠哉。 周园笑着点点头, 然后嘴中发出一道哨音, 很快的, 山林中便是掠出了十数道身影, 正是潜伏在暗中保护他的侍卫。 通知陆统领, 准备回大周城, 望着攻进而退的侍卫, 周园也是转过头, 目光仿佛透过重重山林, 看见了大周城。 前些时候侍卫来报, 那齐悦已经打通了七脉。 这家伙倒也是有些能耐, 周园嘴唇紧敏, 眼中有着一抹寒光浮现, 这个齐悦, 从他一进入大周府起, 就在不断地给他找麻烦, 前些时候甚至还用阴招来对付他, 后来丢失了村芒树, 更是想以苏又威来威胁他。 这种种所作所为, 都已是激起了周园的杀心。 以前一直没什么机会, 而这一次的俯视, 齐悦, 这些账, 我们就来一比比地算清楚。 大周王公, 周园一回到王公, 周情与秦玉便是赶了过来。 秦玉一瞧得周园, 便是快步上前, 揽住周园的肩膀, 心疼不已的道, 你这孩子, 一去就这么久, 看看都瘦成什么样了。 如今的周园, 其实反而更精壮了一点, 但在秦玉看来, 待在那深山老林中修炼, 岂不是纯粹吃苦吗? 周园也是笑着抱了抱秦玉, 与其说话安抚了一会后, 方才让夭夭陪着秦玉, 他则是与周情走到了一旁。 开五脉了, 周情看了周园一眼, 笑道, 周园点点头, 之前的事, 路铁山告诉我了, 没想到那个秦玉的胆子这么大, 竟敢对你出手。 周情脸庞上掠过一抹冷力之色, 道, 看来这些年他对齐王府还是太过的忍让了, 才会让得他们这么肆无忌惮, 不过, 他也有些苦衷, 毕竟眼下如果与齐王府撕破脸皮的话, 大周王朝必然会迎来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战, 这对大周极为的不利。 所以对于周园被袭击这件事, 他也是有些自责, 如果不是他这个做父亲的没有能力, 也不会让得周园陷入险境。 周园也是知道周情的忍辱负重, 笑了笑, 从怀中掏出那玄芒术的预见, 道, 父王不必在意, 这次我也不算吃亏。 玄芒术, 果然是落在你的手中了。 周情微惊, 旋即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他自然是知道, 最近齐王府翻天般地找, 而找的东西, 就是这玄芒术。 这次先让他们付出点小代价, 至于那齐月, 父王不用担心, 三天后的府事, 我会跟他好好算账的。 周园道, 乔德神色虽然平静, 但那言语坚确是透着一股灵力与自信的周园, 周情也是有些欣慰的点点头, 这两个月的深山修炼, 倒是让德周园隐隐地有着锋芒透露出来。 这一次的府事, 极为的重要, 若是贾院再被遗院打败, 大周府的府主位置, 就有可能落在齐王府的手中, 这些年来, 他们的谋划, 就在等着这一天。 周情缓缓地道, 周园也是点点头, 他很清楚这次府事的重要性, 这看似只是两院之争, 但实则那背后, 却是关系到大周皇室与齐王府的声势。 以往他无法开麦, 自然也就没办法在这上面帮什么忙, 可如今他已是开了五麦, 那齐王府还想染指大周府, 就得问他同不同意了。 周园深吸一口气, 眼神凌厉, 他这几个月的苦休, 可就在等着这一天呢。 第四十六章府事开始, 三日时间, 眨眼急过, 当那第三日来临的时候, 大周城内隐隐地有着暗流涌动, 诸多势力的目光, 都是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大周府所在的方向。 因为他们都知晓, 今天就是大周府的府事。 当然了, 若只是一场简单的府事, 自然无法引得这么势力的关注, 但此次的府事, 却是关系到大周皇室与齐王府之间的争斗。 谁都明白, 齐王府既于大周府多年, 使用各种手段渗透, 如今已是有所成效, 只要以愿能够再度取得今年的府事第一, 那么代表齐王府的徐红, 就有可能取代楚天阳, 成为大周府的府主。 如此一来, 大周府可能就会暗中变成大齐府了。 这对于皇室而言, 将会有着重大的打击, 因为这说明在两者间的争斗中, 齐王府已经渐渐地占据上风, 这无意会让德一些摇摆的其他势力有所心动, 进而投向齐王府, 从而造成皇室的衰败。 所以, 这一场大周府的府事, 甚至有可能动摇皇室的地位。 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 大周府, 甲苑, 当周元再度踏进甲苑时, 他立即就瞧得甲苑内那众多的学员看了过来, 再然后, 便是被那整齐的鼓掌声搞猛了。 你们干嘛呢? 周元纳闷地道, 苏又威, 宋秋水, 杨再笑咪咪地迎了上来, 道, 咱们这不是在感谢你吗? 如果不是你从医院手中给我们多赢了一个时辰的御灵铺修炼时间, 咱们甲苑这场府事可就选了。 周元闻言, 不由得一笑, 道, 看来这段时间, 你们提升不小啊。 我们三人都已打通了第六脉, 朱又威抿着小嘴轻笑了一声, 杨再也是嘿嘿笑道, 多亏了这多出来的御灵铺修炼时间, 不然的话, 恐怕还得一个月时间, 我们才能够打通第六脉。 周元也是有些惊讶, 如此看来, 那一个时辰的御灵铺修炼时间, 还真是立了不小的功劳呢。 那影院如何, 他们只剩下半个时辰的御灵铺修炼时间, 想来这两个月进展不大吧。 周元柔有兴致的道, 总秋水想了想, 道, 最近以怨气氛的确普遍有些低落, 对齐悦的怨念也不小。 毕竟他们以怨好好的两个御灵铺修炼时辰, 却是被齐悦硬生生地输了四分之三, 这落差之大, 如何忍受得了。 即便碍于齐悦的身份, 他们不敢说什么, 但怨言是难免的。 你们若是以为以怨损失了这一个半时辰, 就实力下降, 那就要大错特错了。 而就在他们这边说话的时候, 忽然有着一道声音传来。 周元他们目光看去, 便是见到楚天阳被着手, 面旁严肃地走过来。 院长, 众人纷纷行礼, 楚天阳摆了白手, 看了周元一眼, 缓缓地道, 据我所知, 在这两个月间, 齐悦暗中将以怨那几位会参加辅士的学员, 都带去了齐王府。 哦, 周元闻言, 眼神一鸣, 道, 他想以齐王府的资源, 全力培训他们。 楚天阳面色不好看的点点头, 齐悦此举让人很是恶心, 但又没办法说什么, 毕竟各自如何修炼, 旁人也说不得什么。 任齐王府财力雄厚, 要培养几个人, 还是很简单的。 不过齐悦这么做, 倒是让德乙怨其他的学员很是不满, 感到不公平, 所以最近乙怨那边, 对齐悦的怨声很多, 但都是被徐红强行地压制了下来。 所以你们莫要以为打通了第六脉就能够致德义满, 那齐悦, 如今已是第七脉了。 楚天阳严厉的道, 众多甲怨学员也是安静下来, 眼中有着担忧浮现, 齐悦对于他们甲怨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虽说之前周元在玉林铺中胜了齐悦一次, 但那毕竟只是一种限制极多的鄙视, 而如今的俯视, 却是要依靠实打实的力量。 众人心情忐忑, 然后一些目光就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周元, 毕竟这一年下来, 能够让德齐悦吃瘪的人, 也就周元一人, 所以他们对于周元, 自然抱着一些期待。 院长放心, 齐悦那里, 我会对付, 周元看向楚天阳, 也是笑了笑, 道, 楚天阳点点头, 只不过眼中还是有着忧虑之色, 毕竟这一次, 可不再是如同在那玉林铺中的鄙视了。 不过此时他也明白不能太过地打击众人低势气, 当即挥了挥手, 道, 准备好了的话, 就跟我去俯视台吧。 声音落下, 他便是转身而去, 在那后方, 周元, 苏又威等一众甲苑学员, 都是蜂拥跟上。 俯视台, 坐落在大周府的北院, 巨大的广场铺就开来, 广场中, 有着高低起伏的五座高台, 而这高台, 就被称为俯视台。 此时, 在广场周围, 早已是人山人海, 几乎所有大周府的学员都是云集于此, 甚至连大周城内, 都是有着不少人前来围观。 这耳玉龙般的声音, 回荡在天地间, 周元等甲苑的学员, 来到广场中, 他的目光, 看向了那五座高台, 最后在最高处停了下来, 那最高处的高台, 名为院守台。 每一年俯视第一的院, 便是能够将他们的院期给插在上面。 而如今, 那院守台上, 高高地飘扬着一面旗帜, 旗帜上面有着大大的椅子。 那院守台, 我们甲苑已经失去两年了。 一旁的楚天阳暗暗地叹了一声, 这几乎成为了所有甲苑学员心中的痛, 因为那本是属于他们的荣耀, 但这两年却一直被遗院把持, 让得他们这住院之首, 名不负实。 周元抿了名嘴, 眼神凌厉, 今年俯视, 那遗院还想将霸占院守台, 恐怕就得问问他周元的拳头了。 日上高空, 俯视台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 人气高涨。 王上, 王后道, 故有高喝声响彻而起, 只见得在那俯视台居中的位置, 周勤, 秦玉以及姚姚都是现出身来, 然后在那高坐上坐下。 此次的俯视时官重大, 所以就连周勤都是坐不住, 亲自赶来。 齐王道, 而就在周勤来到后不久, 再度有着高喝响起, 只见得在那另外一个方向, 一行人在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中走了出来。 周元盯着那行人最前方, 只见得那里, 有着一名身穿蟒袍的中年男子, 他龙形虎步, 面色冷立, 眼露金光, 一股威压赶散发出来, 令得人不敢直视。 齐王, 齐渊, 周元侨得此人, 双目也是一咪, 因为这个家伙, 正是他们大洲最大的毒瘤, 也是大武在他们大洲设下的暗兵。 这齐王, 同样是太出镜的实力, 算是大洲顶尖的强者。 看来齐王对今日的俯视, 也是重视得很呢。 楚天阳冷声道, 在那高台上, 齐渊对着周晴笑着拱了拱手, 却并未行臣子之礼。 周晴面色不动, 也只是微微点头, 皇室与齐王府之间的关系, 可见到了何等剑拔弩张的程度。 东东, 随着周晴与齐渊的出现, 广场上的气氛也是热烈到了极点, 紧接着, 越是有着中阴之声, 嘹亮的响彻而起, 回荡天地。 俯视, 开始, 第四十七章一样, 钟声响彻, 广场中围的气氛瞬间高涨, 楚天阳的身影, 出现在了广场中央, 元气涌动间, 雄魂的声音, 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 俯视规矩, 一如既往, 每愿各出四人, 可自由挑战, 打败对方四人, 即可取而代之。 各院参赛者, 现在上台, 随着楚天阳的喝声一落, 顿时各院之中有着一道道身影急射而出, 在那漫天的欢呼声中, 落在了那俯师台上, 受那万众瞩目。 甲苑这边, 人员早已定好, 正是周园, 苏又威, 杨在, 宋秋水四人。 加油, 甲苑众多学员高声呼喊, 周园四人对视一眼, 也是一点头, 身形一动, 掠上了俯师台, 他们所在的台次, 乃是位于顺数第二层, 而在那第一层上, 刻然便是以齐悦为首的四位遗愿之人。 齐悦副首而立, 在其身旁便是柳希, 而此时的他们, 都是居高临下的望着位于下方平台的周园等人。 这院首台, 今年还是我们已愿的, 我劝你们还是别有这指望了。 齐悦盯着周园, 眼中满是寒意, 淡淡的道。 周园闻言, 也是一笑, 道, 多亏了你送的那一个玉玲铺修炼时辰, 不过我想你们其王府才大气粗, 自己掏腰包也能培养人, 所以应该不会在意。 齐悦脸皮微微抽搐了一下, 在那玉玲铺中输给了周园, 搞得他最近在医院声望极差, 好不容易收拢的人心, 也是散了许多。 哼, 有什么得意的, 等此次腐蚀之后, 你们就得彻底失去假怨的鸣贤, 到时候这些东西, 依旧是我们的。 齐悦身旁, 柳希冷笑道, 究竟谁输谁赢, 现在说恐怕早了一些。 朱又微平静说道,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与我说话。 柳希不屑道, 朱又微眼眸微垂, 道, 在这台上, 身份不代表什么, 若是输了, 反而只是平添笑话而已。 柳希眼皮一跳, 咬着牙道, 牙尖嘴里的丫头, 待会你若是落在我的手中, 看我怎么料理你。 那你也要小心了, 上次的事, 我也想要在这里, 与你好好计较一下。 朱又微那美眸中, 同样是有着冰冷之色涌现出来。 就怕你没那本事, 战斗尚未开始, 双方已是火花十足, 剑拔弩张, 周圆四人, 在平台上的葡团上盘坐下来, 他微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奇悦, 柳希身后, 那里也有着两名身材高壮的少年, 周身隐隐有着元气波动浮现。 那两人一个叫曹林, 一个叫范武, 都是遗愿中的佼佼者, 如果没猜错的话, 恐怕他们两人也都打通第六脉了。 朱又微在周圆身旁轻声说道, 周圆微微点头, 多看了那两人一眼, 因为隐隐的, 他似乎是感觉到这两人气息有点异样波动。 东东, 随着众愿的参加者上台, 那钟声欲发的密集, 最后伴随着一道急促悠长的钟声响起, 俯视中事正式开始。 丁愿理通, 挑战丙愿无见, 勿愿柴言之, 挑战丁愿孙青, 当钟声落下的那一瞬间, 顿时一道道低喝声响起, 紧接着便是有着一道道人隐掠出, 落在了空旷的石台之上。 我先去试试, 甲愿这边, 杨在率先站起来, 然后他目光锁定了乙愿那边的曹林, 沉声喝道, 甲愿杨在, 挑战乙愿曹林。 在那愿守台上, 宁为曹林的少年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 掠至那石台上。 杨在也是掠上石台, 对着曹林报了报权。 有着裁判落至台上, 看了两人一眼, 然后便是挥手喝道, 开始。 砰, 当裁判喝声当落时, 杨在两人的身形便是同时暴射而出, 同时有着低喝响起, 开六脉。 两人都是六脉的实力, 所以都没有半点留守的打算, 一出手, 便是开六脉, 催动全力。 一缕缘气光流缠绕在两人的身体上, 拳脚呼啸时, 连空气都被震破, 凌厉而当猛。 砰, 砰,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两道身影纠缠在一起, 拳影呼啸, 彼此都是毫不留守, 指望对方要害处招呼, 看上去倒是凶险异常。 他们的实力倒是相差不多, 朱又微明眸看着, 低声说道, 周元微微点头, 两人都是开六脉的实力, 实力不相伯仲, 想要分出胜负, 就得看谁的元素更强以及战斗意识更敏锐了。 他的目光看向齐悦所在的方向, 却是发现后者正面色诡异地盯着场中交手的两人, 当即眉头一皱, 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轰轰, 场中, 杨在与曹林的战斗愈发的白热化, 不过, 谁都未曾发现, 那曹林的眼睛, 则是在此时微微地赤红了一些, 那体内涌出来的元气, 也是多了一丝狂暴, 沉重刚猛。 这种变化, 杨在感受得最为的清楚, 顿时压力大涨, 好几次的硬碰, 他都有了被压制的迹象。 怎么会这样, 杨在心中惊疑不定, 给我滚, 而伴随着杨在身形的迟滞, 那曹林眼中红光涌动, 暴躁的声音传出, 猛的一记猛虎掏心, 犹如猛虎出笼, 一拳就将历劫的杨在轰得道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华, 广场中顿时响起连片的华然声, 谁都没想到原本不分上下的局面, 怎么突然间杨在就落败了。 在先前的那一瞬, 他隐隐地感应到, 那曹林体内的元气有着异样的波动, 变得更为的狂猛与凶暴。 在那院手台上, 齐悦则是笑眯眯地望着这一幕, 然后目光转向周园的方向, 眼中略过一抹阴冷之色。 这一次的俯视对于他们其王府极为的重要, 所以就算是使尽任何手段, 他都不会让周园有半点的机会。 接下来我去, 送秋水翘脸凝重, 站起身来, 小心一点, 周园轻轻点头, 桥德送秋水出战, 齐悦看向那范武, 淡淡地道, 你去。 范武站起, 直接是略上高台, 送秋水也是紧随而来。 双方没有任何的废话, 在裁判的赫生刚落时, 双方便是直接打开六脉, 元气涌入体内, 澎湃的力量, 流淌在四肢百骸。 两道身影暴射而出, 脚下的石砖技术的军裂。 周园紧紧地盯着场中交锋的两人, 正如之前一样, 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大, 自然斗起来也是不分上下。 不过, 当战斗时间推移下去, 周园眼神猛地一领, 因为他再度感应到了, 那范武体内的元气, 开始隐隐变得狂暴起来。 轰轰, 范武攻势凌厉, 每一拳都是蕴含着狂暴的元气, 元气震碎了空气, 发出低沉的音爆声。 结束了, 齐悦桥德这一幕, 淡淡地道, 喝, 范武咆哮一声, 声如惊雷, 见识震得地面都是一斗, 那蕴含着雄魂元气的一掌 犹如刮起风暴, 排山倒海般地轰向了宋秋水。 哼, 宋秋水虽然竭力阻挡, 但那股力量却是强德根本无法抵御, 一声闷哼, 变识道飞了出去, 直接被震出了石台。 于是, 整个广场周围, 金华声再度响彻而起, 因为这假怨, 竟然就直接两连败了。 高台上, 周勤的面色也是在此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而那奇渊, 嘴角则是挂着高深莫测的笑容。 周围死死地盯着那范武, 片刻后, 他眼光一闪, 缓缓地道, 我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 第四十八章下一个。 什么意思, 听到周围此话, 苏又微也是一正。 周围眼神微冷地望着那草林与范武, 平静地道, 如果我没料错的话, 他们应该刻画了废血纹。 废血纹, 这是一道一品原文, 以原兽精血作引, 刻画在身, 能够燃烧体内精血, 从而令得元气更为的狂暴凶猛, 不过此法颇为的阴损, 在使用之后, 自身精血会出现亏损, 严重地甚至伤及精脉, 以后修炼难以存尽。 周围缓缓地道, 这废血纹与九兽开脉纹有些相似, 只不过却远眉后者那般精妙。 粗又微俏脸轻便, 道, 这种原文, 可是禁用的。 他们怎么敢, 周围双目微眯, 道, 他们做得很隐蔽, 很难查出来, 因为他们的身上应该找不到原文。 找不出原文, 那怎么刻画的? 周围微疑获得道, 对于原文一道, 他显然远没有周围精通。 俯视之前, 每日都在身体上刻画这道废血纹, 废血纹的力量会残留一些在体内, 所以当随着他们战斗的加剧, 体内血液会渐渐沸腾, 如此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周围缓缓地道, 只不过这样, 对使用者的身体伤害更大, 那曹林与范武, 日后说不定就得废了。 朱又微忍不住地轻咬银牙, 道, 真是好狠毒。 看来齐王府还真是谨慎, 即便有着齐悦作证, 还是使尽诸多手段, 以保不出意外, 他们对大周府, 可真是势在必得呢。 周围眼中寒光一闪, 道, 他们使这般手段, 应该是打算用范武, 曹林来消耗你。 朱又微美眸微宁, 预手缓缓紧握, 眼神都变得灵密了一些, 不过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他隐约地知晓这次俯视 似乎对于周围极为的重要, 所以他也要倾尽全力地帮助周围, 为他扫除一些绊脚石, 至少, 在对上那七月之前, 他要帮助周围保持最好的状态, 不让其他人对他进行消耗。 周围微微沉吟, 思考着应对之法, 不过就在此时, 哭有一个纸团被丢了过来, 滚落在他身旁。 周围挣了挣, 将其捡起来, 缓缓地撕开, 只见到那上面, 有着三个绢秀的字, 清新闻。 这个字, 持夭夭解, 周围一愣, 然后抬头看向远处主台方向, 那里夭夭正抱着吞吞, 懒洋洋地看着场中, 而四十察觉到他的目光, 夭夭偏过头对着他微微笑了笑。 简然, 他也看出了问题所在, 不过他的原文造诣比周围还高深, 所以很快就想出了应对之法。 原来如此, 而经过夭夭这一指点, 周围也是立即明白了各种原因, 当即一笑, 对着苏又微道, 那废血纹, 道也并非不能对付, 你伸出手来。 苏又微有些疑惑, 但还是如颜的伸出手, 那柔以雪白, 娇嫩而修长, 指甲犹如小贝壳一般, 整齐可爱。 周围倒是没有多想, 伸出手掌握住苏又微的小手。 瞧得他这般举动, 苏又微顿时一惊, 俏脸都红了起来, 不过还不带他说什么, 周围便是将腰间的天元笔取下, 面色凝重, 笔尖落下, 在苏又微掌心间迅速地勾画。 他很快就收了笔, 将苏又微的小手握拢, 低声道, 这是一道清新闻, 虽然只能算作入门级的原文, 但在这里, 却是有着天大的作用。 清新闻, 苏又微也是有些惊讶, 这道入门级的原文他自然是知晓, 但却不明白这如何能够用来对付废雪文。 待会他们废雪文发动时, 你便以此手, 拍击齐天灵。 周围高深莫测地笑道, 虽然还是有些不太明白, 但苏又微还是乖乖地点点头, 然后美眸水润地盯着周围, 红着脸道, 还不放手。 周围这才想起还握着那嫩滑如玉的小手, 当即赶紧松了手, 旋即面色不变得道, 我这是在说正事, 可没想占你便宜。 苏又微轻哼了一声, 道, 反正你都习以为常了。 周围有些尴尬, 刚欲说话, 却是乔德阳在雨送秋水走了回来, 两人的面色都是有些羞愧。 对不起, 我们输了。 两人垂头丧气地道, 周围从乙院手中赢了一个时辰的御灵铺修炼时间给他们, 然而他们还是在腐蚀上输了, 这让得他们感觉很对不起周围。 周围道只是不在意地笑了笑, 道, 没事, 这并非是你们本事不行, 而是对方手段太高。 他抬起头来, 看向那院守台处, 只见得那齐悦也是将似笑非笑的目光投射而来, 嘴角的弧度, 仿佛已是胜券在握。 这么得意吗, 周围收回目光, 脸庞上也是掀起一抹冷笑。 而此时, 广场中也是有着无数道目光看向甲苑这边, 显然, 甲苑连输两场, 让了很多人都认为, 此次的府市, 甲苑怕是会再度被乙院压制。 看来, 这大周府真要落在齐王府的手中了。 不少势力都是在此时自言自语,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中, 苏又微长身而起, 今日的他穿着一身黑色修炼服, 黑衣长裤, 身姿修长, 胸前饱满起伏, 腰间有着腰带一束, 顿时勾勒出那盈盈一卧的小蛮腰, 马尾在背后点落, 散发着青春火力。 我去了, 苏又微对着周园一笑, 加油, 周园笑着点点头, 苏又微望着周园, 此时阳光落下, 将他笼罩, 在这万众瞩目间, 他冲着周园浅浅一笑, 明媚动人, 用仅有两人听见的声音轻声道, 殿下, 当年你帮我踢开了一扇门, 那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我要努力, 努力得变得很强, 我想要那一切障碍, 不得加之你身。 当那最后一次落下时, 少女已是脚尖轻点, 身姿清零地略出, 落在那高台上, 与此同时, 清脆的声音, 响彻而起, 假怨苏又微, 挑战已怨曹玲。 清悦的声音响起, 引来无数视线关注, 而当他们瞧得那台上 英姿飒爽的亲厉的少女时, 都是不由得安安喝采一声。 柳西桥的愈发出众的苏又微, 眸子中的极度愈发浓郁, 冷声道, 曹玲, 你去好好教训她。 曹玲默不作声地站起身来, 略上高台。 开始, 伴随着裁判的一声爆喝, 曹玲周身元气顿时爆发开来, 直接是在第一时间开启了六脉, 元气滚滚地流淌在四肢百骸。 她的身影犹如雷暴般的暴射而出, 凌厉的拳风, 撕裂空气, 化为道道拳影, 笼罩向苏又微。 而面对着曹玲的凶悍攻势, 苏又微却是连不轻移, 犹如一缕烟火, 身影飘荡, 每当那曹玲的攻击即将来到时, 便是会借助那扑面而来的进风, 巧妙地避开, 令得曹玲的攻击毫无剑术。 于是, 时台上, 曹玲狂攻, 而苏又微却是从容闪避, 不急不缓。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曹玲的双目中再度有着赤红光芒浮现, 体内的元气也是随着血液的沸腾而渐渐地变得狂暴。 给我滚下去, 曹玲脚掌一跺, 身形暴射而出, 出现在了苏又微的前方, 一掌便是横拍而出, 气势凶猛。 然而, 就在他掌风呼啸而出时, 苏又微一反常态, 不退反进, 那一只玉手轻轻地落在了曹玲天灵带处, 其掌心的那道原纹, 散发着淡淡的光泽。 一股清凉的气息, 直接是在这一瞬间钻入了曹玲天灵带, 他体内沸腾的血液, 都是因为这缕清凉气息而变得安静下来。 血液从沸腾忽然变得安静, 元气的狂暴也是消散而去, 这两者间的反差, 直接是令得曹玲体内的元气散乱起来。 刷, 苏又微果断出手, 双指并驱, 泛着玉光, 撕裂空气, 快如闪电般地点在了曹玲胸膛之上。 诗, 曹玲身躯一震, 一口鲜血从嘴中喷了出来, 然后那身躯便是仰天轰然倒下。 花, 整个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哗然, 谁都没想到, 那先前势不可挡的曹玲, 竟然就在苏又微的手中, 如此轻易地就落败了。 在那无数道震惊的目光中, 苏又微翘脸平静如水, 只是看向了愿手台, 淡淡的声音随之响起。 下一个, 第四十九章战柳西, 下一个, 苏又微那清冷平淡的声音在诗台上传开, 倒是引得诸多喝彩之色, 毕竟先前苏又微的确是赢得相当的漂亮, 那曹玲看似公事凶猛, 但却始终被牵着鼻子在走。 甲苑众多学员也是在此时欢呼出声, 为苏又微喝彩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 一旁的楚天阳, 也是面色微缓地点了点头, 还好, 被他寄以厚望的苏又微并没有掉链子。 听得那场中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齐悦的眉头皱了皱, 柳西更是气得银牙紧咬, 他就见不得苏又微这么瞩目。 范武, 柳西寒声道, 那范武闻言, 也是点点头, 身形一跃, 便是略上十台。 锦刺叫, 范武冲着苏又微一抱拳, 沈声道, 开始, 裁判大喝, 砰, 范武依旧是抢先出手, 脚掌尽力喷吐, 石砖碎裂, 而其身影却是猛扑向苏又微, 手掌成抓, 狠狠地撕下, 狐猎爪。 吃拉, 他的手爪撕裂下来, 空气都是发出刺耳的声音。 然而, 不论他的弓势多么的凶猛, 依旧是无法触及到苏又微的身影, 他身影飘动, 犹如一缕青烟, 一拳打过去, 却是青烟随着进风退去。 这是上品元术, 云烟游, 周元望着这一幕, 目光一闪, 暗中赞叹了一声, 这门身法元术, 乃是大中府中最难修炼的元术之一, 没想到却是被苏又微修成了。 这云烟游或许不及他的龙步玄妙, 但也颇为的奇特, 能够借力而动, 特别是对方攻势越是凶猛, 就越是无法沾染丝毫。 这范武也输定了, 随着周元下了定语时, 时台中,范武也与之前的曹林一般, 体内的血液因为战斗的持续开始有些沸腾, 双目涌上赤红, 元气渐渐狂暴。 苏又微翘目一闪, 忽然身影一转, 直射范武而去。 范武见状, 一声爆喝, 一拳轰出, 前方的空气技术的炸裂, 凶悍的力量, 直扑苏又微而去。 不过, 就在即将击中的那一瞬, 苏又微郊驱忽的狱卒一点, 就巧妙地点在了那道进风之上, 而其身影则是自范武上方略过。 与此同时, 那一掌拍下, 拍在了范武天灵盖上。 又是一缕清凉气息涌入了范武体内, 将那沸腾的血液尽数地平复下来, 顿时元气震荡, 根本不用苏又微出手, 那范武便是一声闷哼, 鲜血自嘴角一出, 仰天倒下。 这一幕, 无疑又是引起了漫天哗然声, 柳西见状, 银哑咬得嘎吱作响, 眼中都要喷出火来。 齐悦的眼神也是微微一沉, 道, 他看出了废血纹, 并且想到了对付的方法。 虽然并不太清楚确切的原因, 但齐悦却是能够察觉到, 苏又微每次都在故意等待曹林, 范武体内的气血沸腾, 然后才出手。 这苏又微, 真是棘手, 齐悦紧皱着眉头, 先前好不容易赢回来的两局, 竟然就被苏又微一人给扫平了, 原本他是想要借此来消耗周远, 确保万无一失的。 苏又微撬立实台之上, 他微微平复体内的元气, 然后那略显冷意的眸子, 便是投向了愿手台上的柳西, 平静地道, 假愿苏又微, 挑战已愿柳西。 此言一出, 再度引来无数嘖嘖之声, 只因苏又微, 竟然打算连战三场。 呵呵, 好, 好, 这个剑丫头, 竟然还敢向我挑战,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柳西也是悲气地笑出声来, 那一对眸子, 狠狠地盯着苏又微。 他身形一动, 直接是掠近了石台, 双目冰冷地盯着苏又微, 道, 既然你要自讨苦吃, 那我就成全你。 谁吃苦头, 现在说还为时尚早。 苏又微淡淡地道, 真以为打败了那两个没用的家伙, 你就有资格向我挑战。 我在大周府修炼时, 你这件丫头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讨食吃呢? 柳西讥讽得道, 若不是周园将你捡回来, 你也配进大周府。 然而, 面对着柳西这刻薄的话语, 苏又微却是眼眸微垂, 声音不起波澜, 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帮她将你们这些绊脚石都扫开。 瞧得两女那气氛, 一旁的裁判都是摇了摇头, 也不多说, 直接一挥手, 开始。 两女的目光对视, 隐约有着火花建设。 开六脉, 一道道元气光流, 几乎是同时的缠绕在了两女的身上, 下一瞬, 柳西率先出手, 只见得其身影一闪, 出现在了苏又微前方。 御手竖展而下, 元气在指尖缠绕, 隐隐散发着锋利之气。 斩风掌, 吃拉, 一掌踢下, 空气都是裂开, 这柳西毫不留情, 一出手便是施展出了一道上品元素, 威力惊人, 一掌踢下, 岩石都得被一分为二。 柳西身为柳猴之女, 自然是有着庞大的资源, 所修行的元素, 也都不算普通。 苏又微乔得柳西攻势凌厉, 脚尖一点, 再度施展云烟游飘然而退。 你以为我是那两头蠢货吗? 风铃步, 柳西见状, 红唇弯起一抹轻蔑的笑容, 只见得其身影一动, 见仿佛有着狂风骤起, 而其身影则是犹如一抹狂风, 一步之下, 就出现在了飘退的苏又微身前, 那一掌再度劈下。 破玉指, 乔得柳西紧追不舍, 苏又微双指并驱, 欲光闪烁, 猛地点出, 与那柳西劈下的手掌, 硬碰在一起。 当, 碰撞间, 仿佛是玉石碰撞, 元气对碰, 形成狂暴气流横扫开来, 地面的砖石都是裂开缝隙。 苏又微与柳西皆是一阵, 倒退了十数步, 不过这种对碰, 显然还是柳西要占据上风, 毕竟她这斩风手是上品元素, 而破玉指, 却只是中品元素。 看你能揭我几次, 柳西冷笑, 风铃步再度展开, 狂风呼啸间, 其身影直指苏又微, 泛着灵力元气的手掌一刀刀地劈下, 劈碎了空气, 每一次进风涌动间, 都会在地面上留下一道道的痕迹。 面对着柳西的灵力攻击, 苏又微则是连连后退, 一时间隐隐落入下风。 被对方的元素压制了, 周圆见到这一幕, 也是眉头微皱, 苏又微天赋的确很好, 但上品元素在大周府中就已经算作顶尖元素, 想要修行还得做贡献, 所以他自然不可能如柳西这般, 拥有着诸多家传的元素。 在场不少眼力毒辣的人都是看出了苏又微的窘境, 当即都是有些惋惜, 他们看得出来, 若是苏又微也是修有同等级的元素, 恐怕局面就得反转过来。 痴痴, 痴台上, 两道倩影如蝴蝶般的挪移闪避, 但却是一人攻一人退。 哼, 天赋好又能如何? 在我眼中, 你不过只是一个毫无资源的剑丫头而已, 所以, 挑战我, 不过是刺其欺辱而已。 柳西乔得苏又微被他不断压制, 也是大感快意, 冷笑道。 苏又微末不作声, 只是躲避着那一道道攻势。 你是不是感到不公平, 可笑的东西, 你我之间的差距早已是注定。 不论你如何努力, 都无法逾越我们之间的身份地位。 柳西嘴角掀起刻薄的笑容, 到, 一道上品元素, 就能将你逼得狼狈。 那么, 一道玄元素呢? 柳西美目中寒光大圣, 她要在这里, 将苏又微的所有自信彻底的击溃。 这样一来, 以后苏又微的心境就会受到影响, 说不得留下心理阴影, 日后的修炼, 也会受到阻碍。 这般手段, 不可谓不狠毒。 柳西身影陡然一停, 只见得其玉手一握, 一道道元气呼啸而来, 在其掌心疯狂的凝聚, 最后隐隐地, 净视化为了一枚锋刃。 锋刃震动, 发出尖锐的声音, 空气不断地被震爆。 下品玄元素, 轻锋刃, 柳西眼中掠过狠色, 手掌猛然对着苏又微披斩而下, 风刃呼啸, 刷的一声, 便是撕裂空气, 直射苏又微。 乔德这一幕, 满场哗然, 那一旁的裁判甚至已是准备出手施救。 不过, 苏又微一对明眸却是没有半点的波澜, 他盯着那暴奢而来的青色风刃, 那锋利的气息, 即便是隔着一段距离, 都是令得他皮肤刺痛。 但他依旧没有躲避, 他盯着那一脸快意的柳西, 红唇微起, 道, 我的确没有你这么多高深的元素, 不过, 我却并不认同你的话, 我们之间的距离, 也不是你所说的, 不可弥补。 我的努力, 又岂是你能所想? 苏又微欲手缓缓地握拢, 下一瞬间, 忽有一道强横的元气自他体内爆发开来, 一扇鼓动, 发肆飘扬。 开七脉, 当苏又微那赤鹤之声响起的时候, 整个广场, 轰然暴动, 无数人都是将震惊的目光, 投射而来。 谁都没想到, 苏又微, 竟然在这战斗之中, 强行打通了第七脉。 第五十章经验全场, 开七脉, 精粹的赤鹤声响起, 周围天地间的元气顿时源源不断地对着苏又微的体内涌去, 与此同时, 一股强横的气势, 也是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苏又微轻丝飘舞, 元气光流自体内穿梭而过, 最后汇聚于其双指, 指尖晶莹如玉, 但却又闪烁着灵力之气, 引得空气震动。 破玉指, 朱又微望着那爆射而来的青色锋刃, 那一抹青光, 风瑞德足以将地面撕裂, 但他的脸颊上, 却不见丝毫的聚色, 反而是在此时连不前移, 那如玉般的双指, 对着锋刃重重点去。 当, 驾一瞬间, 两者重重地撞击在了一起, 今时之声响起, 不过, 所有人都是见到, 那么青色锋润在此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最后碰的一声, 凭空地暴碎开来, 化为一片青色光点。 这柳西虽然能够施展出这道下品玄元术, 但毕竟还是有些勉强, 所以当苏又微打通第七脉后, 凭借着自身元气的雄魂, 却是隐生生地将其击溃开来。 不可能, 柳西见到这一幕, 顿时脸颊扭曲起来, 难以置信地接声道, 他怎么都无法相信, 他施展出来的玄元术, 竟然会被苏又微以一道中品元术所打破。 抓, 不过苏又微并没有给他震惊的时间, 郊区一动, 越是直射而来, 柳西见状, 急忙施展风铃部击退。 但先前的他, 能够凭借着风铃部与苏又微比速度, 可如今后者已是开了七脉, 整体实力都上升了一个台阶, 所以, 苏又微仅仅树息, 越是接近了柳西。 见丫头, 你敢伤我, 嚼得苏又微翘脸冰冷的栖身而来, 柳西翘脸一变, 立声道。 回答他的, 是苏又微那闪电斑点出的如玉光纸, 空气在纸下撕裂, 最后直接落在了柳西肩头处, 顿时鲜血剑射出来, 柳西一声惨叫, 身体倒飞出去, 在那地面上查出长长的痕迹。 苏又微缓不上前, 来到狼狈不堪的柳西身旁, 翘脸冰冷如霜, 视线俯视下来, 眸子中闪烁着的冷光, 竟是令得柳西都打了一个寒战。 我的确没有你那样的家世, 不过, 我会用我所拥有的天赋以及努力, 将这些技术的弥补, 所以, 你在我眼中,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苏又微盯着柳西, 淡淡地道, 柳西迎牙紧咬, 另外, 柳西, 有一句话, 我很早就想对你说了。 苏又微红润小嘴掀起一抹轻蔑的弧度, 轻声道, 你曾经说殿下是癞蛤蟆, 不过我想告诉你, 跟殿下比, 你才是一只真正坐井观天的癞蛤蟆。 因为自以为是的你, 却连殿下随手捡回来的一个丫头都不如。 柳西要被气疯了, 她没想到有朝一日, 她竟然会被骂成是癞蛤蟆, 但这又让得她无法的反驳, 因为她输在了苏又微手中, 而且还输得这么惨。 所以, 气急攻心之下, 她直接视眼一番, 竟直接气晕了过去。 那正要走上来的裁判见状, 也是苦笑一声, 然后雄魂的声音响车而起, 甲愿, 苏又微声。 空, 整个广场都在这一刻轰动了起来, 无数精华声响起, 一道道惊艳的目光, 投射像是台上那俏然而立, 但又显得英姿洒爽的亲历少女。 谁都没想到, 她竟然逆转了战局, 将身怀旋元术的柳西所击败。 甲愿所有学员都是起身鼓掌, 发出欢呼之声, 那看向苏又微的视线中, 亲目更胜, 如此少女, 虽没有那过人的家世, 但却坚强得犹如那风暴中摇曳的扶桑花, 迎着风暴不去的绽放。 这个小姑娘, 真不错, 在那高台上, 周琴也是忍不住的赞叹了一声, 她自然是能够看出来, 先前苏又微是在强行充卖, 而在战斗中这么做, 无疑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但苏又微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果断, 都是令人侧目。 她感叹着, 以苏又微的天赋以及心性, 若是出生在一个好的家里, 恐怕早就是那天之娇女, 引得无数天才尽者妖。 整个广场的哗然与喝彩声, 还在不断地持续。 苏又微没有理会那些喝彩声, 只是美目一扫, 便是投向了周园所在的方向, 而此时的后者, 也正对着她竖起大拇指, 于是, 她红唇这才轻轻一弯, 然后那毛子中, 有着一抹决然浮现。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她转过头, 直视愿手台上齐悦的身影, 惊彻声响起, 假愿苏又微, 挑战以愿齐悦。 静, 漫天的喝彩声达然而止,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眼中满是震惊, 显然都没想到, 苏又微竟然还要继续挑战齐悦。 周园同样是被苏又微的举动搞得一惊, 审声道, 这妮子, 太乱来了。 一旁的杨在与宋秋水也是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好。 掠手台上, 齐悦的面色则是有些阴沉, 她盯着苏又微, 她站起身来, 淡淡地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自己下去吧。 那也得动手了才知道, 苏又微毫不退让, 她盯着齐悦, 某子中浮现一抹冷意, 既然你们之前想要打着消耗周园的主意, 那我就以齐人之道还自齐人之身, 就算我打不过你, 我也要让你有所消耗。 她知道这次的服饰对周园很重要, 所以她也打算竭尽全力, 尽可能地帮周园多赢一分。 齐悦面色阴沉沉的, 她自然也是知晓苏又微的打算, 心中不由得有些暗怒, 原本是用来对付周园的手段, 结果反而被苏又微用在了她的头上。 宁丸不灵, 不知死活, 齐悦寒声道, 旋即他脚尖一点, 身影便是掠上了石台。 接下来, 我就让你看看, 真正开七脉的力量。 齐悦脚掌一跺, 顿时天地元气涌入其体内, 一道道光流缠绕在其周身, 脚下的石板都是爆碎开来, 一股惊人的气势散发出来, 竟是比之前的苏又微还要强。 毕竟齐悦早开了七脉, 而苏又微只是刚刚突破, 两者间的差距, 自然不小。 你能揭我一拳, 就算你赢。 齐悦傲然冷笑, 下一瞬, 他一步踏出, 五指紧握, 体内的元气奔涌, 犹如潮水, 顺着经脉, 涌入拳头之上, 顿时那一只拳头闪烁起光芒, 犹如蕴含着爆炸般的力量。 架品悬圆树, 奔雷拳, 齐悦一声冷喝, 一拳轰出, 顿时有着雷声滚滚, 只见得一道拳硬呼啸而出, 犹如雷霆轰鸣, 凶悍无匹地对着苏又威轰击而去。 这齐悦, 一出手就是悬圆树, 显然是打算施展雷霆手段, 将先前他们以愿丢失的场面都给找回来。 苏又威的俏脸也是在此时变得极为的凝重, 他体内的元气尽数的涌动, 每眸盯着那暴射而来的元光犬印, 下一瞬, 其身影击退。 从这一拳的威势来看, 他就知晓硬拼不得, 所以他立即改变策略, 打算施展身法, 尽可能地多拖一些时间。 跑得掉, 然而齐悦一剑, 却是冷笑一声, 目光一闪, 只见得那元光犬印速度陡然暴涨, 犹如惊雷, 一个瞬间, 便是冲击到了苏又威的前方, 然后重重地轰下。 砰, 空气仿佛都是在此时爆炸开来, 石台的地板不断地军裂。 苏又威只感觉到一股无法抗拒的霸道力量 自前方汹涌而来, 下一刻, 他身躯便是猛的一阵, 一声闷哼, 一丝烟红的血迹自红润小嘴边浮现出来, 身体倒飞了出去。 广场中, 也是响起诸多遗憾的叹息声, 这齐悦, 果然还是这大周府的霸王, 即便是苏又威突破到了第七脉, 也是无法与其抗衡。 苏又威的身影, 倒飞出了石台,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形拔跌而起, 在那半空中伸出双臂, 将那少女拦腰抱起, 徐徐落下。 苏又威望着那出现在面前的熟悉面孔, 轻轻一笑, 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还是打不过, 看来我太逞强了。 助手接住苏又威的, 自然辨识周圆, 他望着苏又威嘴角那抹刺眼的烟红, 眼中也是略过浓浓的寒光雨沙鸡, 温和的道, 你做得很不错了, 接下来的事, 就交给我来吧,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输。 苏又威浑身都是无力, 所以他躺在周圆的怀中, 微眯着美眸, 犹如慵懒的猫一般, 没了先前的那种英姿萨爽。 周圆身形落下, 将无力的苏又威交给了宋秋水, 然后他这才抬头, 那凌厉得犹如刀锋般的目光, 直接投向了石台上傲然而立的奇悦。 他脚掌一跺,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身影暴力而出, 犹如大鹏一般, 掠上了石台。 与此同时, 周圆那冰寒而冷冽的声音, 响彻而起。 甲怨周圆, 挑战以怨其悦。